今年的年初 特別安排一段時間 我們約在新加坡 然後一起想說 共同創作一首新歌 我飛過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整個project就開始了 我們探討了很多的音樂風格 他玩的音樂風格也蠻廣的 那個session結束之後 我們就已經有這首歌的demo了 所有的東西都很自然地就呈現了 我們希望這首歌曲的味道跟韻味 是很貼近我們生活跟真實經歷的 小紅書